欢迎您来到东子英文小教师文法篇,Unit 51,Chapter 7.7,How to use past progressive tense?如何使用过去进行式?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过去进行式的句型 它的句型结构是主词完了以后,加上 was, were,加上 vng,然后再加上其余的部分 当我们要造成过去进行式的时候,我们就要将 be 加 vng 中的助动词 be 改成过去式 was 或 were 就可以了 依照人称的不同,第一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单数的 be 改成 was 第二人称单数和全部人称复数的 be 改成 were 所以,过去进行式就写成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was vng 或者是 were vng 还记得过去进行式在实现中的表现吗? 所谓过去进行式就是在过去的某一刻正在进行的动作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在实现上它的表现是一个点的实现观念 不过,这个点我们也曾经说过 它和过去简单式来对照的时候,虽然是同时发生 但是,它是稍微长的一个点的实现观念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了解,什么时候使用过去进行式的 它的第一个使用时机是,过去某刻正在进行的动作 这种用法就是过去进行式在实现上的表现 也是过去进行式的基本用法 请您看到下面两个例句 I was keen in some data two hours ago 两个小时前,我正输入一些资料 two hours ago,两个小时前是过去的某一刻 那么作者说,他正在做was keen in正输入这个动作 所以他使用了过去进行式 那么由于主词是第一人称单数的I 所以他使用的B动词是was 第二个例句,I was preparing for the coming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moment of last year 去年的现在,我正准备即将到来的入学考试 去年的现在,是过去的某一刻 所以他使用了过去进行式 was preparing for,您看出来了吗? 第二个使用过去进行式的时机式 两个过去动作同时发生 相对持续时间比较长的 我们用过去进行式 还记得吗?我们在过去简单式中 曾经从过去简单式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请您复习过下图后 立刻来研究下面两个例句 在实现中,您可以看出来 过去简单式和过去进行式 它们是同个时间发生的 它们两个都是表示点的时间观念 不过这两个表示一点的时间观念 相对之下有稍微短跟稍微长之分 过去简单式比较短 过去进行式相对比较长 所以持续时间相对上您看起来是比较长的部分 请您使用过去进行式 本页的第一个例句 当他正在赚大钱的时候 他心爱的妻子死了 您可以发现这里有两个过去同个时间发生的动作 一个是赚大钱 另外一个是太太死了 那么太太死当然是瞬间的动作 所以相对时间它是比较短 而正在赚大钱 它更持续好几个月 所以相对时间是比较长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比较长的 使用过去进行式 was making 而比较短的 它则是用过去简单式 die的 第二个例句 当我正在念这本文法书的时候 爸爸回来了 你有没有发现到 father在这边用大写 他虽然不在聚首 但是为了表示对父亲母亲的尊重 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 基本上都会对自己的父亲母亲加以大写 这是英文中对双亲的尊重 这里有两个过去动作 一个是was reading 正在念 另外一个是was back 回来 那么正在念 它持续时间相对于 回来 这一瞬间的时间 当然是比较长一点 所以它使用了过去进行式 而was back 瞬间比较短 所以它使用了过去简单式 冬子小教师提醒您 两个过去动作同时发生 持续时间比较长的 使用过去进行式 今天冬子小语要献给您的是 God is so fair That much good stuff is cheap 翻成中文是造物主真是公平 许多最好的东西都很便宜 造物主真的对绝大部分的人 是非常公平的 它不一定是很昂贵的东西才是最美好的 像亲情 友情 爱情 像空气 水 阳光 这些都是最美好的东西 可是相对之下 并不需要用大钱才能买到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您